活着就是以痛苦为基础的 就是说一个人没有痛苦 他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 从来不可能看到一个人 天天只充满了幸福快乐 完了一点苦恼都没有的 否则就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叫做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吧 我觉得人活着都是要有分量的 而这个分量一定是来自于痛苦 不管是痛苦的现实 还是痛苦的思考 还是痛苦的纠结 那么我觉得关键是任何一个人 都不应该澄清在痛苦中间不能自拔 既然痛苦是一个现实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在痛苦之上 怎么样超越痛苦去奋斗和去生活 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 那就是为什么要说就是在痛苦中间 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